关键是发生在今天下午4点多双溪的这个双溪区的北市骑虎暴谈发生的这个意外 初步在一开始呢是有11个人失踪包括一个大人和10个小孩 还有12个人受困在对岸 而在下午5点半最新的资讯是知道说当中的6个人包括一个大人跟5个小朋友 疑似是落水了因为有民众听到落水的声音而他们也不见踪影 而带救的人数12人当中是8个大人和4个小孩 据说呢他们是受困对岸并没有立即的危险 而他们会来到这个地方是来参加这个大自然的体验营 初步估计参加的人是有33个人 而这33人当中包括了大人跟小朋友 不确定是不是下午下了大雨吸血暴涨引发的意外 目前锦绣还在极力搜狗当中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